英國窮人救星 耶漢伯德 他一輩子都在挑戰欺辱 一輩子都在改變貧困 耶漢伯德出生在倫敦的愛爾蘭貧民窟 他自小在暴力貧困中成長 他當過小偷 戲酒 吸毒 經過監禮 曾經是社會問題的他 現在卻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街頭雜誌 大字雜誌的幕後推手 一個成功的利用企業 改善社會問題的傑出社會企業家 耶漢伯德紅人就說 幫助遊民的方法就是協助他們 用自己的力量救自己 你自己得到幫助嗎 你自己得到幫助嗎 那我感覺到 你負責你們負責 你負責他們的錢 你不只負責他們的錢 你不只負責他們的錢 你負責他們的錢 但是耶漢伯德認為 我們應該思考 如何預防問題發生 對於自己要放棄自己的人 要學習Jong Boe的精神 讓你的人生更好 讓別人的人生更好 也讓情勢更好 但從今這兩個字 我自然間%, 一件事堅持人的一件事 我可以把我的生活擁有 因為在香港註市 我可以到達成的一件事 我身邊的人生更好 然後所有人的生活 為何我做的 我做不到ada Summer 科目是別人平和他人的衛生 我也沒有認識相當 我也有很多人 大方的財富手 他被我們的獶贏 本來的藍贏 我今到了台灣 還有很多人 及一些老人 所有人都被决定了 全都是由一种努力来与社交秩序的秩序 不断与人们不断与人们 所以我会说 让我们有更多的研究 让我们有更多的工作 让我们有更多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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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